这个女孩因为受伤跑得慢 被怪物盯上 与她同行的几人不仅没想着救她 反而加快了脚下逃跑的速度 在漠视 人性被揭露得一朗无鱼 但你可以永远相信一个男高中生 对暗恋女生的爱 就在怪物张开大嘴准备通过女孩时 李言语入口着从楼上冲了过来 声音成功吸引怪物 她停下了攻击 李言语继续入口 怪物文声密码转播 然后向李言语攻击过去 好在她一个箭步躲过 吓破胆的李言语大口闪了呼气 她继续朝另一边的楼道门风 刚才被怪物爬过的楼道 全是野心的泥液 李言语差点摔倒 这时她下意识的指导 怪物正以一个极快的速度 跑得出来 很快怪物已经把距离拉近到 只剩下一层的楼梯 这层楼是双向 李言语顺势款中指缘 她穿进一间带名的隔肩里 然后反手把人关上 随即李言语大口闪了呼气 她成功将怪物甩 此时她准备折回刚才的楼层 和同学们会合 可当她推开这层楼的门后 所有人都不在了 她不知所措地环顾四周 发现一旁的玻璃破了个大洞 顺着窗外望去 李言语整个人都傻了 同学们居然全都抛弃了自己逃命 就连刚才不惜性命救下的 暗恋女神也走了 李言语看着他们心如死灰 回过神的她赶忙在同学群里发消息 可没有一人回答 接着她打电话给自己的好哥们 但根本没有人接 突然手机里一条全国性的 紧急灾难信息弹出 与此同时 楼内的厕所里也传出手机的声音 李言语闻声转头望向厕所 只听南侧里又传出几下手机来短信的声音 见状李言语决定过去看看 她小心翼翼地推开厕所门 一个阁间里传来男人的声音 崔大涵 你这个混蛋 我操你妹的 以为我好欺负吗 男人正抱着头怀疑人生 显得很是绝望 一听到是正常人类的声音 李言语赶忙过去敲门 金珠饼 是你吗 李言语 是你吗 闻声 金珠饼开门确认 李言语看到还有认识的同学 不禁哭了出来 然后他问道 金珠饼 你也被抛弃了吗 好笑 是我觉得那群混蛋暗示 是我抛弃了他们 短暂的庆幸过后 两人决定先按兵不动 等待救援 再把这层楼所有的门都关闭后 李言语拿出手机 准备向急救中心求救